Hello大家好,我是班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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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关注的关注嘛,小马哥的使徒啊,拥兵画家园丁加咒术师 诶,你别说这道阵容其实蛮不错的,你抓个画家的话,求者这局就有机会了 抓园丁嘛,他这边也不太想抓园丁,因为抓园丁节奏慢,有一个盾 这个盾打掉也就40秒了,这边抓画家,我觉得抓画家其实求者也有机会的呀 抓个画家,画家这个屁股也不害不过半的,用命来救压力不是那么大 然后画家,诶,一个飞轮,一刀砸头,我天,这个飞轮扛住了这一波晕 咻啊,开始画画了,这现在赶紧回头抓园丁,我觉得还可行 再追这个画家,容易给到穷者机会 这边沉默啊,但是人家这边可以交互啊,那闪现先开第一刀 翻进来等一只猫 其实我是觉得这边要先闪现开第一刀,然后再交猫来补的 一幅画吸住,这边的话两块板子,可以玩可以玩可以玩 这局我觉得马哥有点走远的意思,闪现过来先开第一刀,然后再补猫 5秒钟以后有这只猫,画家的话画第二幅画 但凡这边画家把画交完 那傭兵待会带个护壁过来卡半,也不能卡半不卡半了 这边直接顶盾 人强战术啊,然后下板,漂亮 玩的通透啊 这局怎么说呢,我是觉得不应该去追这个画家 追这个画家,当然这画家确实打得好 就我觉得即便这画家打得没有这么好 这局追画家穷者也蛮有机会的 现在的话外面的机子我们来算一下 接近两分钟,外面的机子总量加起来有三台了 有三台了,人还没挂上呢 马哥这边只能通过一波防守 现在抓园丁有点晚了呀 当时我们来考虑一下不抓园丁 第一园丁有盾,第二园丁去的地方是大防 可能是基于这两点吧 他想外面抓抓谁 抓抓咒术啊,抓抓画家 这边起盾,有盾的 妈,没有 我这自分自答 因为我听到那个盾的声音了 马哥这刀真的是看都不看直接打呀 万一这边刚好有刚好几个盾呢 这刀打在盾上面不是歇菜了吗 还行还行还行 看这波能不能防守吧 这波如果说能防一个过半 我不救人,傭兵去救 这里的话画家一台机子碾掉 纵数是这边补最后一台 机子够了,机子够了 机子是绝对够 傭兵其实卡死救都行 我觉得傭兵卡死救都行 后面直接跳 这里他得第二刀是震慑才行 第一刀这边先打 卡住身位 好的,这边有跳 跳 这波这个猫没挺好 大傭兵这边死保 宙数是最后台机子 救得下来 最好救不下来 不,保得了 最好保不住也行啊 保不住其实也可以接受 这里的话宙数是来打 然后画家的话 开不在这边 画是不是已经放在门边了 这个地图是看不到的 这幅画已经交了 然后画家摸了瓶香水 传送落地吧 传送落地把这画家给秒了 才有机会 这这这 守着园丁 沉没一手 来来来 这气球刀意义不大 我觉得这气球刀意义不大 这气球刀你能 你能把这个人秒了吗 秒了 秒了也不是很行啊 秒了这边 打 交个锅 下来 诶 密码机点亮 起 宙数师这里 这波确实当时这个机子亮的感觉好像 是不是稍微有点问题 但是其实还行吧 我觉得这里的话 因为这个宙数师是个没上过挂的 这边有幅画 原地 倒地 这幅画放在这个位置 我本来以为这个画会放在门边 那傭兵可以把宙数师摸起来 傭兵满血 画家这边门已经开了 宙数师起来 手里面有两个锅 有传送 但是宙数师的那个位置 是有可能 续一下 锅的吧 因为有傭兵帮忙扛刀的 这边跳过来 一个加速往前走 传送 那这边傭兵跳过来 傭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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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个锅 傭兵帮忙扛 傭兵帮忙扛刀 没能扛住 傭兵再拉开 傭兵拉开 但是你再救 也走不了吧 应该是平局了 应该是平局了 这里傭兵不太可能再来救了吧 这里直接捞 捞完 有猫的 定住我先打 好 然后 傭兵走 也行吧 毕竟傭兵能扛这一刀 这里 算了 当时想一下 宙数师这边是 吃了 一刀 然后他有菇 他如果说交个菇 把这傭兵垫下来 那这边无论谁吃刀 无论谁吃刀 我觉得 应该是 都可以把这个人捞下来 然后这边要需要再补一刀 是 这边是一个什么局面的当时 当时是一个 等于说气球刀打了两刀 宙数师把人捞下来 然后再打了一刀以后 宙数师这边交了个电密码机点亮的 对 我想起来了 所以说宙数师如果说调整一下节奏 他选择先去把这个 人 拥兵垫下来 然后再救人 应该是会有更好的一个局面 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局面 这样这样的话 马哥是 极限保兵 也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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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马哥在后面的残局当中是没有 就是他抓到机会以后 没有给到球者更多的机会了 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